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大家好 我是眼见眼爱车店车赛的小祖 近期在看短视频的时候 就看到很多人说 用酒来浇植物可以让它着转成长 植物不会喝醉了吧 植物不会上头吧 所以今天身为小姐姐的我就给大家验证一下 给植物连续交时间酒的话会是怎样 为了这次实验我准备了三瓶酒 其实就在楼上就便宜了 啤酒 葡萄酒 白酒 首先看看每瓶的酒精含量 有的 葡萄酒的 白酒的 那接下来我们来一个简单的浓重的开瓶仪式 开瓶器呢 晚上说是一比一百的水去稀释 我们来个啤酒 这个是啤酒的 有一点点啤酒 这个是葡萄酒 颜色很明显 这个酒味容易一些 那这个就是白酒的 酒味更呛一些 我们准备了三指甲 还有鱼树 接下来十天呢 我们会用三种不同的酒叶的稀释叶 来进行交换 然后十天之后我们看一下他们有什么的变化 十天过去了 我们一起来看看植物变成怎么样呢 这就是我们十天分别用啤酒 葡萄酒 还有白酒 浇植物的效果 白酒的嫩芽会更多一些 红酒的话 好像没什么变化 啤酒的话 它其实像这颗跟这颗本来都是 十天前都是有一些嫩芽的 但是像这个用白酒浇水的植物 它已经开始长了出来了 所以如果你家里有空余的白酒的话 可以用来吸湿水 然后用来浇水 可以促进植物的生长 酒还没用完怎么办 继续加